这次是 天木和于鼎帮 可以偷袭十拳 难道黑木就不能 偷偷运动吗 白正尉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还是觉得不对啊 黑木不可能老老实实地 待在石门镇 一定在途中某个地方 等着我们的 这回 日本人在十拳 连扇炮都用上 我学着 他们不可能拿十拳当诱饵 这样 你马上到老北山去 请阁政委带着老二团 绕到八陵增援十拳 可老北山离十拳 有好几百里地 来得及吗 就算是来不及也得增援 是 注意安全 是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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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官再三嘱咐我们 不然我们拿自己的家店 给师本人当光辉 可是现在 咱们已经损失了半个营了 我们要想其他办法 我们要想其他办法 是 我们要想其他办法 大哥 小儿本让我们党都趴下了 头都不敢抬 来 齐超 饭菜准备好了 我现在就去安排 来 大伙 利用这空气 赶紧吃饭 快 走吧 吃饭去抓住 吃饭去 都说这日本人有三头六臂 这也不精打呀 日本人厉害 日本人不如大妮厉害 真是 大妮 你咋想的八子 这回可给咱十钱女人掌脸了 真棒 是啊 这平时就属于你喊得最高声 笑得最大声 你今儿咋变深沉了 啥深沉 你想啥呢 你说这些人 活得好好的多好啊 这一扎眼的功夫 好端端的一个人 就变成死人了 这战争啊 本来就是残酷的东西 谁让他们都不在自己的国家里 好好待着 非要去侵略别人 你说定帮不会也来了吧 你咋还想着他呢 我没想他 我这不是合计十彩凤吗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要是被杀死了 往后的日子咋过啊 总酷 快松 总工夫 总工夫 您干吗去啊 搬兵 搬兵 啊 黑木大佐的联队 不是在黑虎山大围 等着八路金上钩呢吗 我说过要搬黑木大走的兵吗 那 那是是是 我们不愿意当炮灰 日本人不愿意当炮灰 这炮灰 总得有人当吧 你担心心仪团的战斗力 那倒不是 仪仪团毕竟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仗 他们心里的恐日症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是 黑木他们已经埋伏在黑虎山外 等着我们去打增援了 可是 如果我们暗兵不动 那石泉寨怎么办 他们也没有跟日本人打过仗啊 石泉寨的武器装备我是了解的 坚持一两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是要摸清黑木连队的动向 你有办法了 阳宫使门 打草惊蛇 叫门 开门 开门 鱼长官 你 你 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派兵 派老大 你不是早就想吞并石泉寨了吗 这可是最好的机会 鱼长官 你说的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派家绝对没有这个坟坟之下 靠你西连池的力量 自然无法和石泉寨抗衡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有我和日本人帮着你打 你还怕什么呀 鱼长官 这话想说 你到底出兵还是不出兵 现在我们真的派不出兵去 你看这样 我们出两馆饭怎么样 出两馆饭是当然的事 不过兵也一定得出 当然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面子不够大 我可以让日本人来了 丁邦来了 丁邦 儿子 儿子 娘 你来干什么呀 丁邦啊 娘听说 你要跟日本人 一起去打十全寨了 对 这怎么行呢 那你不就成汉奸了 你懂什么呀 不是我跟着日本人去打十全寨 是日本人帮着我去打十全寨 你不是一直想要打十全寨报仇吗 机会来了 丁邦 丁邦 娘知道你孝顺 但是报仇是娘的事 这跟日本人有啥关系呢 就凭你 我看这辈子是没什么脂肪了 可是那丁邦 娘 这不关你的事 你回屋歇着吧 韩老大 你打算得怎么样了 丁邦 你又开了你娘的份上 你就饶过我们吧 我饶过你谁饶过我 韩老大 我数三生 你要是派兵呢 以后西连池由我来保护 你要是还做一个 一毛不拔的铁公街 那我就先打发你 到阎王爷那儿去 给余老三打前战 我们派人 对 快去通知龙哥 日本人要重逢了 他们不是日本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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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西连池的 对 是西连池的 日本人太狡猾了 拿老百姓打打电牌 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 龙哥 老百姓怎么打 不能打 他们是西连池的人 西连池就是汉奸 咱打吧 他们是中递的 不打来不及了 忠祖阁下 接下来的事情 就看你们的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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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地道吧 这强功破了 还没有 三爷正跟日本人拼着呢 那我为什么要下地道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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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什么 村子里已经死了几十个人了 我问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奶奶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咱和日本人讲和吧 奶奶 你这是讲和 还是投降 你别管他是啥了 先让日本人听我火了 再说呀 奶奶 你是瑜伽的子孙吗 奶奶 是权债几千口子人的 身家性命当尽啊 我问你是瑜伽的男人吗 瑜伽的你人在外都拼命 你这个男人 却要投降 奶奶 国军几十万人都打不过日本人 咱们打不过他们的 不能再死人了 不能再死人了 奶奶 无论是你心里 你该当何罪 不能再这么吓你 奶奶你是不管了是吧 你不管 我管 中坏 你 你 你 怎么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子没有上当 黑木太狡猾了 不行 我们必须支援实验债 否则会失去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 问题是现在黑木正在守株待兔 等着我们出山呢 白展翼同志 这是老百姓考验我们的时候 老龙 如果我们贸然出击 非但救不了实权债 还会陷在黑木的埋伏圈中 无法自拔 现在咱们新一团的战斗力 还没有达到可以和鬼子拼命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能看着石圈债 再成为第二个葛条沟 如果于老三可以撑到今天的黄昏 那咱们的老二团就可以赶回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干 关火 既然黑木可以置他的老窝与不顾 那咱们就可以把虚张声势 变成真正的打击 大师们 减轻石圈债的压力 让开 阿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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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干吗了呀 我弄弹药 我弄弹药 赶紧向地道 我弄 来 给我 对 必须等死 不会把力气使在这儿 是啊 来 把天空弯地拿走 都听好了 日本人要是没打进来算拉倒 如果打进来都知道怎么办吧 你放心 这些的女人不会活着落在日本来烧链 走过我听好了 每个人的枪里只想留下一颗子弹 知道了 知道了 大一颗子弹 是 八路君が石门鎮に突入 何事 今宗の部隊はどこにいたのか 彼らたちは正面戦闘を逃げる 6つに撤退しました バーベアロー 中佐閣下 八路主力禁錮石门鎮 大佐命令一立即返回 形成兩面架機 消滅八路 都回石门鎮 ほら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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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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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帮她处理一下伤口 好 行 来个人 来个人 永远 明月 好 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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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过去 把钱给我吧 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你是我闺女 杀不杀的 你自己做决定 可是我们有纪律 那就按照纪律办 我老人都知道 这是什么 我觉得你是不是 你可以用你 很高兴 谁会这样的 还有什么 你不肯知道 你不肯定 那你不肯定 你想要把钱 你不肯定 大妮 你跟我出来一下 不哭了啊 快走 到底咋了 龙哥抓了定邦 啥 我觉得这件事你得知道 那 那他们打算咋处理啊 不知道 当初老八不是留下话了吗 不让十全债的人动定邦 估计得按八路军的规矩来 那他们八路军 会不会放了定邦啊 这个咱管不了 和鬼子激战了两天一夜 她的精神头还是这么足啊 她这是闺女认了自己了 心里高兴 你说 她这次不会说 不参加咱八路军的话了吧 我说咱们就是赶哪都赶不走 好 老三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这儿 还有军火库啊 这批军火 是三十八军撤退的时候 留下来的 委托我保管 我知道你们发了军火 就送给你们吧 大家一起康日 老白 怎么发财了 老三 三十八军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批军火就算是我们暂戒的 等抗人战争胜利以后 我们加倍还 老白呀 你有所不知 小鬼都不知道 从哪知道的这批军火 要是让他们拿走了 我就愧对我那些朋友了 哥 葛震伦 什么事啊 不能当着大伙的面说 哥 你们打算咋处置定邦啊 他属于顽固的罕奸 按照规定 应该交给康日政府承办 那会枪毙不 根据他的罪 枪毙他两次都够 不认识 我求你个事呗 如果是给那个余定帮求情 免谈 别说了啊 可他是老爸的儿子 他还是个孩子呢 大妮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这件事 你根本就管不了 你知道吗 哥 老爸 老爸死前流了话 舍娃也是老爸拿命化的 咱不能 阁大妮 于顶帮害死的 不是一个两个 他的罪行 根本就是不可饶恕的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大妮 大妮 能让我进去看一眼吗 你是汉奸 于顶帮什么人 我是他娘 你不能进去 我就看一眼 说两句话就出来 你请示我们领导了吗 这我是他娘 我看一眼儿子 要请示啥呀 没有领导的批准 谁也不许进去 请你离开 让他进去吧 是 都是 你 还要是 你的批准 你 是 我 你 你 再 你给我站起来 大家好 我该打 娘 干啥不好 非得当汉奸 干啥不好 非得遭见瑜伽的人 十全战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 你连你亲爹都不放过 你连你妹妹都不放过 你到底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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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娘啊 是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已经病死无疑了 娘 你求求咱嬷嬷吧 我死了以后 让我入于家的祖坟 就葬在爹的旁边 他活着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地消气他 我死了 等我死了 到了地下以后 我好好地消气他老人家 葬珊先生 您何必当初您何必当初您 算了吧 我知道三伯伯不会答应你 我也不想再为难你了 娘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请您务必答应我 你说吧 你替我去一趟西莲池 干啥啊 我一直劝石彩凤 让他不要再寄于家的仇了 可是他就是不听 我现在已经要死的人了 我希望他给我这个将死之人 一个面子和于家和好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没有一辈子的仇冤冤相报 要何时了啊 娘 你一定要告诉他 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他 不为别的 就为了你的儿子死的时候 能闭上眼睛死得安宁 知道吗 我去 我去 娘 娘 我去 陆政委 那我就给他们说两句 兄弟们 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呢 都认识我 我叫上官开机 我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县长 和自卫团团长 日本人来了以后呢 我胆小害怕 把他们当成了凶神恶上 不但没有带领大家抗日 我还投靠了日本人 可日本人 根本就不把咱中国人当人看 发生在葛条沟和石泉寨的事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叫什么呀 这叫践踏 彻头彻尾的践踏 我上官开机 为我当了日本人的狗 感到羞耻 感到痛心疾首 兄弟们 是共产党挽救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给了我中国人的尊严 我劝大家一句 不要再跟着李万中和余定帮干了 不要再给日本人当狗了 这样不仅丢了自己的脸 还丢了祖宗的脸哪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鲁政委说了 只要大家愿意参加八路军 我们欢迎 如果不愿意想回家 我们也不强迫 发给你们路费 让你们回家 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万岁 八路军万岁 八路军万岁 白大哥 见过了 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的俘虏 我们都可以宽恕 可以教育 可以改造 可以允许他们参加八路军 怎么定帮不行 对吧 八路军是有纪律的 用你的话讲是规矩 我们可以优待俘虏 但绝对不会姑息那些 血债累累的铁杆罕奸 和首恶分子 余定帮的情况 你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个孩子 在长辈的眼睛里面 他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但事实上 他早就已经有了 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他走的是条死路 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 都怪我 怪我没把他交好 丹妮儿 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自己担起来 我要不管他送到 古阳读书都好 我就应该让他 和蛇娃一样 跟着你们共产党 都怪我 来 葛姨妮儿啊 有事啊 我找施宰凤 你找他干什么呀 有事 啥事啊 好 您候着啊 你让他滚 我现在一听十元让我同党 爷 您这话可不妥呀 那石泉寨现在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了 葛大一 他哥哥那是葛司令嘛 咱得罪不起呀 八路怎么了 八路也得奖礼吧 咱们攻打石泉寨 完全是云丁邦那个混蛋给逼的 我们还死了十几个人 算成了一百多大羊呢 话呀是这么个理 可是这石泉寨和西连池 他可尽在致迟 咱得罪不得呀 要是得罪了他 您可别忘了 咱们可签订过亲善结义了呀 好了好了 先看着办吧 看着办吧 让我寒醒一会儿 老秦呢 他在自个儿屋里头啊 他是不是又和谁勾搭上了 您 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准没什么好事 您还不知道他就好这口门 好 来 让钱的 等等 您还带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要见石彩凤吗 石彩凤不是住在手教堂吗 这是奶年的黄粮 石泉寨在变化 我们潘家也在变化 我们怎么能让 一个大汉天的娘 当我们潘家的太夫人 您跟我走 他让我跟你说的话 就这么多了 都说了 浪子回头筋补 这话我信 可是这孩子 连回头的 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 玉莫她娘 她就是希望你 别再结这个仇了 这人啊 仇结得越多 我这心里就越堵得慌 你堵得久了 就总觉得吧 传不上来强 到最后起初病了 还不是自个儿的 那句话说得好啊 遭见别人 就是遭见自个儿 不上来的 我就知道 我知道啊 你善有善报 莫有莫报 她不是不报 我是时辰没到啊 我知道她 我知道她 了 你去找她 听着她 想开点吧 这孩子 这孩子没救了 咱别把自个儿的命也带进去 走 柄童童 我知道你要受伤 没用 大妮 大妮姐姐 你竟然叫我奶奶也没用啊 大妞儿 你一定得救救丁邦啊 你现在都看见了 我啥也没有了 我只有丁邦了 丁邦要是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丁邦大妞儿 我真的是没办法呀 你别说你没办法 你肯定有办法的 你个不是那个共产党的 什么 什么长官吗 你去求他呀 还有蛇娃 还有于老三 他们都听你的话 你一句话的事 丁邦就有救啊 丁邦的罪孽太重了 葛丹妞儿 那孩子弄成今天这样 也不能全来孩子一个人 跟你们于家也有关系 丁邦初小就懂事 听话乖巧 他把你女儿当亲妹妹看 我是亲眼看见过的 要不是于老爸 把我们娘俩给输了出去 要不是于老三觉醒 把孩子赶出十全战 他也不会把孩子赶出十全战 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步啊 真的帮不了你 对不起 丹妞儿 我求求你了 丹妞儿 这是干啥呀 你还有手啊 丹妞儿 你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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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法救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集合我 你不愿意救丁邦 都是我错了 我给你赔罪 我给你赔罪啊 当天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我把命还给你 你帮我救丁邦行不行 我说真的 我现在就把命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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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的给你秒 那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也就习惯你这樱桃小口 爷 您听外面什么声音啊 要不您出去看看吧 肯定是那臭娘没有找不字 别理她 臭娘啊 太夫人 是太夫人 呸 她也配送我们摊家的太夫人 你快走 你别这样吼啊 我救不了 你一定把我救丁邦 我现在就把命挂给你 采放 来人哪 来人救命啊 采放 一把土碰在心间 一桥雪洒满苍天 一桥雪洒满苍天 离歌长边 几万里风火远 几人能够毁坏 山下路一马平沉 天上云变黄万千 天上云变黄万千 山下路一马平沉 天上云变黄万千 浮沉悲喜 一段情不遂人缘 一滴泪黄土爱恋 一场绝恋不本来 人世间 情人离三山河边 草木枯虽也不眠 学兴儿女带惊天 地覆天凡 山下如意满冰川 天上云变幻万千 天上云变幻 徒不了情与缘 学院风多昂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